大家好 批评书 继续扯包子锅的显片 我们很多人热爱的上海 前一段时间做了好几次节目 说表扬上海 中国是个屎坑国家 一通断稿 中国的公权力 官员的搞事 他又没有任何监督 老百姓在他面临就是啥都不是 所以一通断稿 郑州西安天津 一通断稿 然后你看天津有一哥们儿 是以外地人 都快饿死了 而且春节也没法回去 我在天津也没自己的房子 没饭吃 终于hold不住了 然后站在汽车顶上面 然后在那里演讲 这个事儿 你就看看天津这个地方 是不是直下石啊 当年叫天津卫 你看这些个土工的土匪的官员 把老百姓的生命 他当回什么事儿 那啥都不是 真是的 那老百姓真是也活该啊 土工的官员呢 别的地方都不能呆了 上海也不能呆 北京也不能呆 广州也不能呆 天津也不能呆 西安就更不能呆 那去哪呢 去上海呀 所以有很多个段子吧 说我下辈子啊 我要生了孩子 我一定把他生在上海 然后让他成为上海人 是不是 中国人他就这样子的嘛 这叫歧视链嘛 是吧 像我们这些人已经离开中国的 我们 真的你就是以前我是没有的啊 以前在中国混这个 支拿这个混吃等死 吃喝瓢的圈子的时候 觉得中国最好了 啊 中国再差也也不错啊 觉得这个一个中国人离开中国以后啊 你就基本上就跟自己的母语的环境就隔离了 完了以后呢 我们那时候还在笑话 说这个有很多个人离开中国以后 他的观念 他的眼光 他的看过你的方式 他的问题意识 知道吧 他那个劲儿 就停留在他离开的哪一年 比如说有的人1989年离开的 哎呀 30年以后你跟这个人聊天啊 终于有一天去见面了 哇 这个就是 你跟他说话 还是30年前的那套话 就是他的观念 他的心智 就停留在这个什么 89年那一年 哎呀 觉得挺悲哀的是吧 我们那时候也也也说这些话 但是现在我出来以后呢 可能情况不太一样了啊 可能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 现在因为有互联网了啊 信息也也快了 知道吧 可能他们以前出去没有互联网 国内发生什么不知道 现在情况有点不一样了啊 但是总总而言这言而总之就是 你从中国出来的人 你就本能看不起中国的那帮人 不管他是北大清化的老师 还是下面一个村里面的一个富丽 富丽主人 富丽主人 我都看不上 就就就就就就就在我们的眼里 这帮人就是一帮这个什么 哎呀就是跟跟跟猪差不多啊 猪吃饭了 你看他哼哼 中国人就吃完饭了 哼都不哼直接就睡了 是吧 任凭包子弟 如念他们 说这个上海不错啊 你如果说你能去出中国 那就出中国 如果你能不出不了中国 那就去上海吧 哎上海是很好的地方 结果没想到上海这两天也出事的啊 你看今天啊 说上海天山路楼山关路的汇金百货 全部封闭 知道吧 整个汇金百货 我去过的很大的一个一个叫小屏幕啊 很大很大的 那里面好久平时没事 最清淡的时候里面绝对是几千人没问题的啊 说不定有时候上班人都有可能几千人是没问题的啊 说你在里面买衣服的里面吃东西的啊 各种东西包括里面你看电影的散步的 所以一起的一些 一个都不留全部给封起来 全部给就隔离了啊 统统就关到一个不知道啥地方去了 这他娘子是上海干的事是吗 所以上海真是经不起表扬 你说是不是反不反呢 是不是啊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啊 刚才说了天津了是不是 天津那个地方啊 我跟你说天津搞这个封城 把这个人隔离起来 他的那个措施啊 比这个西安比郑州要要猛的多 凶猛的多 但是天津居然架不住啊 天津居然有人站在广场上演讲反抗 我听北京的人说的啊 我的一些个人说的 说天津这个事情啊 闹大巴了 给李鸿忠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因为这个视频现在墙里都看得见 啊一个人在上面演讲 我没有饭吃 我都一个星期没吃饭了 我快饿死了 我要回家 我要回春 我要我年关了 我要跟家人过年 你要让我回去 你如果实在不让我回去 你给我房子住 你给我饭吃 我我真的是hold不住的 我要死了 这个东西 他们说北京现在很多人都看到了啊 据说这个西包子也有可能看到了 李鸿忠知识 大一失荆州 你没想到这个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摔了一跤 说李鸿忠单观没戏了啊 为什么呢 说包子弟啊 最近呢下了个死命 你从上海这个这个情况 你看一下啊 上海是没有强制搞什么核酸检测的 也没有强制打疫苗 这是中国是唯一的一个省份 没有搞这个事情的 结果现在也把人都关进去了 是不是老子进水啊 是不是吃醋药了 不是 哎不是我跟你说 是因为这个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 他们每一个城市去北京的人是最多的啊 中国最繁忙的航班 最繁忙的这个高铁就是广州开北京 上海开北京 知道吗 这两个城市加上北京三个城市 所以说包子也下死命了啊 说在奥运前一个月和奥运后一个月 加上奥运大概三个月时间之内 凡是这个任何一个地方 尤其是广东上海 和这个北京出一例的所谓的阳性的病例 立马就是相关的人员就辞职 绝不姑息啊 任何人都平等啊 除了包子地外 他有意思啊 所以上海急了你知道吗 看到有一个人 为什么天山路楼山关路的汇金百货封了 是因为里面 剪辞出一个人可能有阳性 哎呦呗 完了以后就疯了 还有更邪惑的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阳性 他就是上海制造一个新闻事件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这个人是不是阳性 就是就是检测人一句话 你又不懂是不是 他说你是阳性你就是阳性 说你不是阳性你不是阳性 完了以后一旦宣布你是阳性 然后就把你隔离起来 各种你看到就有一数据啊 说去年的这个经济啊 为什么会增长呢 说这个什么 说这个疫情检测啊 就核酸检测和这个叫什么打疫苗 就这个东西啊 包括相关的这个第三产业 比如你在你在这个隔离期间 是不是你在封城期间 你所有的这个酒店什么的餐馆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你都有都拉动了类似 你知道吗 那这样呢 它的增长率啊 跟过去比 你知道多少 百分之一万多 真的 去年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这个 经济的数据 都是来自于这个封城 来自于这个封村封路封乡 来自于封小区封城 所以现在上海这边呢 也开始响应习主席的号召 响应包子军的号召 因为他上海也怕出事儿嘛 一旦真的有一个人 如果是确诊有问题的话 那上海的那些个官员不保啊 是不是 这个这个光位不保 中国就是这么一个社会 你说你最搞笑的是什么的 北京啊今天也出现了一个例子啊 也出现一个人检测的阳性 是在海淀区 上海和北京同时出现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你想想它是人为的制造这些个东西 知道吧 人为的就是搞一个新闻 说海淀什么什么村什么什么 有人出现阳性的 然后把这个地方通的就围起来了 水都泼不进 鸟都飞不出来 就这种感觉 还有什么现在说 是从美国快递 从加拿大记得快递没有病毒 你这不是侮辱人的智商吗 你说这个病毒这个东西离开的人体 武汉病毒这个东西离开人体 多少他们说是不到半分钟二十几秒钟 就死了 知道吧就死了 所以你要想感染上也没那么容易 你知道吗 因为它在空气中或者附着的某一个物体上 它死的特别快 哪你说一个快递从加拿大从美国到中国 完了以后你还在上面检测有病毒 那什么玩意儿是不是 那不是开玩笑吗 就是侮辱智女呀 当人都是傻叉呀是不是 他们说现在这个国家的邮政总局 那所有的那个流水线上面 就是那个分检这个邮件的这个什么 都在喷消毒水 就跟我们在西安看到的一样的 在马路上喷消毒水 结果一个人他也不了解情况 开着他的奥迪的这个A6 假不假是自己是个当官的 完了以后一路狂奔 结果下面有这个漂毒水滑呀 他直接就 以120公里的速度就撞上那个 前面的那个消毒水洒水车去了 车毁人亡 你说是不是你看那现在 邮政局也是这样的 呜呜 那个那个整个您是家的那个 那个消毒水的这个喷雾的系统 把所有的邮件都喷一遍 唉你说中国是个 有多么荒诞的国家啊 所以你你看到这些事情呢 我们就觉得 他一次一次的就洞川你的 对这个国家的信心 你说北京待不下去吧 去村里面 村里面更严重 是吧 千万不要去村里面 死就死在北京 真的 真的是 中国有句老话是对的 就大隐隐于世 千万不要 隐在什么小县城里面 或者隐在什么瑞丽 隐在什么大泥 都是老子有病 你那个小地方就那么几个人 你还有点得瑟 有点个气 你去了以后立马就盯住你 你知道吗 所以我跟很多人讲 就是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北京 在北京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谁都不会去过问他的 然后吃饭了 就都不会看他一眼的 就这么一轮回到湖南 或者回到湖北 立马就变成一个这个维稳的对象 哇 跟他身边调了好多人 国安天天找他喝茶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他没人 你终于有一人回来了 知道吧 当地人高兴坏了 赶紧立案 赶紧把这个人搞成一个重点的监控对象 那有经费呀 明白了吧 他有经费 比如说你家我这个人 如果我现在回到我老家 我告诉你啊 从省里面就开始盯啊 那个信苏都回来了啊 那市里面也盯 如果我在县里面县城也盯 三级每一级都有经费 我以这个信苏的这个人呢 作为一个重点监控对象 各级给他给他拨经费 完了以后你偶尔拿点金费 请你喝个茶 完了以后他们就就就就就所有人都吃你 他拔不着那个小地方能出这么一个人高兴坏了 就这么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 你知道吗 所以上海你看他没有他也搞这个事情 上海天山路 有汇金百货都疯了 我问了一下啊 说今天生意人还挺多 好几千人呢 至少是五千人 这五千人去哪呢 没有任何说法 关在哪呢 你说你一口气关哪呢 是不是 如果是关在酒店里面 酒店一天多少钱呢 是不是 有没有医生呢 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就没人管 你知道吗 就包子一身腻下 喝了一口猫料 一身腻下 下面的人就跟着发神经 中国真的是个疯人院 哎呀 所以虽然现在西方社会吧 也是一通乱搞啊 但是再怎么乱搞 也不至于像中国这么不尊重人嘛 他也不尊重人了 这是缺德呀 谢谢